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然后有一点点阳光 它现在上色也挺明显的 我拍给你们看看 你们说的沉蒙鹿的小树 其实我把老庄也算成是小树 你们看这棵我养了好几年了 真的有好几年了 这个庄子都木质化了 买来的时候是一个大单头 你们看后来就变成了 抱了双头的这样的仔 这两边的这个仔这么大 是什么情况啊 我现在我就知道了 在我刚开始养肉肉的时候 你看如果是一个大单头 罐服特别大 旁边抱了两个仔的时候 我就舍不得 把那个底下的叶子给摘掉 因为你不摘掉 这个仔又屋在那个 大叶子底下 所以就越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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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知道了 底下如果抱仔的话 要赶紧把底下的叶片给摘掉很多 把仔露出来 这个杆子就不会这么长 你看现在这么长 又占地方 而且它很容易断 因为一种的话 它往下一垂就容易断 对吧 这个是慢慢养 时间久了以后你就有经验了 现在我的沉默鹿夜间开始变红了 还算好看吧 这个小仔不太周正 这边掉了一片叶子 夏天伤的 然后带你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这棵小树现在漂亮的吧 这棵小树是一棵孔雀 经常给你们拍 只要拍到这片沉默鹿 肯定会拍到它 因为它真的颜值很高 这边本身是 全是坠画的 现在全都开了朵朵 底下是一朵大龙头 对吧 后面像孔雀开瓶一样 全部都开朵朵了 而且现在颜色很漂亮 你们看一下哦 我们仔细地看看有多美 是吧 这边你看 这边的坠连成一片 也已经开朵朵了 一朵一朵 开得还蛮明显的 夜心都可以看得到了 好看吧 颜色状态也都不错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的妆 里面的腿 这个我夏天是拿到室内去的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收来的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后面还有头呢 是不是很漂亮 对 这盆就是很漂亮的一盆了 好的妆啊 就是这样的老妆 养的时间久远了以后 它也比其他的新的容易上色 这盆漂亮的吧 然后知道你们要看的树 我每次就还有这盆 这盆状态没有旁边的这盆好 但是这盆它更像一棵树 这个底下的木质画的妆更明显 然后夏天过后真的开了好多的朵朵 你们瞧这底下的朵朵 开得很好 最近正式开始上色的时候啊 不要多长时间 你们看这个颜色一上来的话 大家要欢呼雀跃了 对吧 你们看这个底下的老妆 扇板 是吧 这个上面过了夏天以后 醉花全都饱满起来了 慢慢的就开朵朵了 这边已经开了 挤在一起 你乍一看看不出来 你仔细地看 你看 这边一朵 已经开了一朵了 就是挤得比较狠 挤扁了 这边也开了一朵 看到叶形没有 一个形 两个形 对吧 慢慢的 你陪伴它也是它陪伴你 这边也开了 这边也开了 全都开了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一样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上面像鱼子一样 本身都是这样的 然后就全部都开朵朵了 对吧 这边开得像两个 这边都开了 好看的吧 这个后面 真漂亮 朵朵全都开了 那后面还有呢 这个是一棵大树呢 这边看到没 开朵朵了吧 这个是一棵 年代久远的大树 底下还做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底下又有龙头 底下一个龙头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龙头 后面好涂啊 好涂啊 看到没有 这个头 你们看这个后面的叶片 夏天都涂了 现在先不弄它了 这个是你们要看的 陈锋路的这棵大树 然后这边还有一棵好看的 这边这棵啊 这棵还记得吗 这棵是我捡漏捡来的吧 这棵是1800捡漏捡来的 就是因为 那个卖给我的那个卖家 他一直就没有养浮盆 一直都没有浮盆 这棵 然后装型是好看的 前面有两个龙头 买来的时候 这个板没有现在这么斑驳 也没有现在这么老 上面长满了叶片 你们看到上面的那些斑驳的那些疤 都是我把那个上面的叶片揪了的 当时那个买回来的时候 上面长满了叶片 看不到这个板 然后把它处理了一下 全都揪了 揪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说我好残忍 还说揪了以后不好看了 但是揪了以后 你们现在看就好看了吧 板子也加速木质画 其实是挺漂亮的 这个好像孔雀 很好看 但是这棵 开朵朵没有开多少 你看现在全都连在一起的 朵朵倒是没有开多少 好像没怎么开啊 我们可以等待等待 它一般开的话都是从两头开始开的 这棵还没有怎么开朵朵 就前面两个大龙头 这边的 这边这棵小的开的挺好的 这边这棵小树 你们看 这边两个龙头 然后这边全都开朵朵 看到没 前面的全都开朵朵了 原来这是连在一起的 过了夏天以后 一个星 两个星 三个星 对吧 底下的全开了 就是还有一点瘦弱 要等它们再长得 肥状一点 这个也是一棵小树 然后这边还有一棵好看的 你们看算不算树 这个里面是老庄 好多头的沉默露的老庄 然后还有高庄 这个庄好看吧 这个庄好高 状态什么都不错 叶片都很肥 新长出来的叶片更肥 你们看中间的 新长的叶片更可爱吧 对吧 还带红尖尖的 这棵长得真不错 夏天也没怎么受伤 这棵好好看 这棵我真喜欢 虽然你们不带醉花 不一定所有的 每一盆都要有醉花 这棵也是很好看的 状态现在上的也还可以 我再过个十天半个月 再带你们看的话 它又是一番 不一样的景象 又不大一样 我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后面这棵 后面这棵今年 还没有上状态 你们知道以前 它是最漂亮的一棵 我放在院子门口的 今年夏天过后 这个伤得很厉害 不好看了 对吧 然后那些小醉花 那些小点点 你看 好多都烤焦了 对 这棵我们可以留住 后面 我们再来等待等待 等便漂亮了以后 刚好可以做对比的 好了 那今天呢 给小伙伴们拍的小树 就先拍这几棵 其实我还有好多树呢 还有很多的树 我们留着下次再拍 好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咯